大家好 这里就是我们河北的村里 看看漂不漂亮 在越南呀我回妈妈家两个月都没有买一个快递了 因为我们家那里 要去拿快递要走二三十公里才拿到快递 村那路不好嘛人家不悠 想去越南办喜酒 我说去河江省去省嘛去请个摄影师来拍个漂漂亮亮的照片 就是不是录视频 说录视频给大家也看一看我们那边 农村办那个喜酒是怎么办的 但是呢走遍河江都请不来一个人 看今天我来回河北的第二天了 现在我要去拿快递了 买了好多个快递 应该有 十个来的 看一下都买了什么 来拿快递了 就骑电车 一分钟就到了 真的很近的 这里是一个超市 有很多东西 好有舒泰啊 很大的一个超市 我这个回来了 有个这个取快递了 我去越南的时候还没有的 真的好方便呀 这要烤好吃的 我老公在这弄好吃的 我买了这么多快递 买了什么都忘了 好多个 一起猜看看 都有什么 啊 这个衣服 给我买的 好漂亮 好漂亮 睡衣 想要的一个睡衣都没有了 头一次买睡衣 也是给我买的 宝宝买的鞋 宝宝买的鞋 最后一个啦 宝宝买的衣服 看看这是做什么呢 这做大厨啊呀 看看今天勤快了你 今天你过生日哦 我一猜都是 是炖的羊肉 又是一个大厨 等着吃羊肉的帅哥 这是老公的朋友 今天来回来了 所以来弄了8加1 8加1 啊不是吗 这样我啊 婆婆在 炸这个 年长的 这是东北的 我都说不了 说不了这句话 东北年年长的 老爷不不喝8加1 自己在这屋 做的 等吃饭的就是 好啦 大家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的点个赞哦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有很多人感觉 娶一个外国媳妇很不划算 娘家又远 回去一趟呢 花很多的钱 丈母娘家有什么困难呢 都来找帮忙 我嫁给 游哥有5年了 游哥娶了我一个越南媳妇 今天就让游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娶一个外国媳妇 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尾气啊 会不会向大家说 像的就是感觉很不划算的那种 游哥说吧 这个东西你 什么叫划算 什么叫不划算呀 你娶了媳妇媳妇就是你自己的 就比如说丈母娘岳父那也是你丈母娘你岳父 你有这个能力或者有一些该帮的东西你帮那不很正常吗 就像有的人我记得以前有过那个人给我说过说找媳妇什么的 找完媳妇那个意思 这个媳妇还得花他的钱什么人 那都是你媳妇的你给他花点钱不应该吗 给你岳父岳母 你就是弟弟妹妹什么的 还有自己家的 这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钱不是说你给别人 你都是一家人 谁有你就 给谁花点呗 很多人说感觉 好不划算 然后娶外国媳妇来呢 还不可以去上班呢 养着 其实我感觉娶中国的也是呀 是吧 中国的花钱花的有的更烈 你不一样是养的吗 你要是说不想养的话 那就干脆自己 你连孩子都不用养 都不要不用有也不用要 但我感觉就像 呃 给娘家钱吗 像过年过节给点的很正常 难道中国这边不给吗 中国给的更多 有的我跟你说 你像他那小舅的什么的 都得还给买楼买车什么的 这有那样的 其实 是远一点回去趟也花挺多钱 但是也没有说是广往那边跑的 在中国这边也有远价的是吧 回去趟也花挺多钱的 都差不多的 他那样的人他就是思想有问题 他那个意思啊 娶个那边的媳妇 你多长时间再给点钱 像把他当成 提款机 是得怎么样 你自己媳妇 那你那你把媳妇娶回来 就跟孩子是一样 那孩子你从小养大到 那不跟提款机一样吗 你一直你得养到十八呢 那媳妇也是一样 你娶过来你就得养到老 哈哈哈 其实不是一个人说的 很多人都这样说 就是感觉 娶个外国媳妇太不划算了 就是 投资太多了 你得有这个觉悟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钱就是花 你该花你该养 你就该给的东西 你什么都不给你啊 你什么都不给人 凭什么给你当媳妇 凭什么嫁给你 人家说娶近一点的就不用给了 就是这个意思 听他吹吧 提起近的 那他们娶一个不都二三十万 这还得说是一般二三十万 你要再远一点就五六十万 有的你没有个百八十万 你能娶个媳妇 那你不娶我 你能娶得到吗 我娶不到 你像他们有的一小啊 那边便宜什么 那个意思不花钱了 给娶回来以后 你还得给我干活 他那个思想 他那个思想他都应该是 没有那个觉悟啊 你像我那时候我付出 从来没说 想我媳妇来了 就是给我挣多钱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思想 你看现在 我前几年是苦 但是你看现在 我媳妇比我厉害了 你现在我都吃成软饭了 哎呀 人家还以为是真的 前三年就是来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工作 然后我又有孩子 我老公一直在家陪的 也不出去工作 真的好困难 有时候吃点什么 真的还不敢买呢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啊 但是我老公 那时候他在外面去打工 真的我在家我什么都不干 他回来从来都没有跟我发过火的 就是回来都是那种很笑的很开心的 一回到家 他时候他在外地的去扛钢筋的给人家绑钢筋真的很辛苦的 回到家那个人了 哎呀 就戴着帽子从这里从这晒黑 哎呀都跟那个非洲人一样那时候 一看到他那样我真的我都不想花他那个钱了 我的天哪我说 等孩子大一点我能找到什么工作 我就去打工我也帮忙分担一份 你们看了太心疼了 然后孩子一大聊啊 我就遇到这个自媒体就来做这个自媒体了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吧 越来越好了哈 对呀 你看现在这个老铁的哥哥姐姐们想一想 我为什么能娶这么好的鞋子 就是有这个觉悟 嘿嘿嘿 什么叫先有苦后有甜 甜的来了 哈哈哈哈 那从心里面感受就是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委屈过 就是委屈到没感觉到委屈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就是难吧 难一点就刚开始生活就是这样 刚开始指定很多事情都不可能说哎 你什么就什么都是顺顺利利这是不可能 生活应该就是这样酸甜苦辣都得有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从头到尾的经历一点 然后刚来的时候我不适应中国这边的生活吗 那时候真的哈也也也很难 然后我老公的话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性格 就是他越南跟中国这边人的那个性格哈 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 站到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要跑了都 哈哈哈 嗯我都想给他送回去了 就是太远送不回去 就是这一点你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 好就是哎太远你送不回去 哈哈哈 近的好的也很多 这个分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 嗯那都是刚开始的 但是现在就是孩子也有了哈什么都稳定下来了 就感觉现在挺好的是吧现在没有什么吧 对啊苦尽甘来 他是这句话说出来他就是有道理的 也没有说像别人说的你娶个外国媳妇不划算 或者划算这个东西你不能这么讲 你就是不管你是姑娘你还是儿子 对父母你必须的你都要是都有这个孝心 就是能帮父母哎姑娘儿子其实都一样 你有那个能力你都去都要去帮 不是说非得姑娘去帮或者儿子去帮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姑爷是吧 嗯或者儿媳妇这个都是互相帮助的 并不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 如果说这个事情划分的要是这么清楚了 那根本他就不是一家人了 以后生活也没法相处 就像有的人觉得说啊 我给他花钱或者像去提款机事件弄个媳妇 怎么怎么样你讲那些东西 那是他们自己心里的事应该是 他那个思想就是有问题 找不到媳妇应该也是应该的 就是觉悟性太低了 是啊不管是儿子女儿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像我老公他帮我自己的娘家 一些当将是他自己想他自己的想的 从来都不分说是呃呃外人是不是 对啊我帮我因为我媳妇你说他嫁我这么老远家 我回去了我真的不管是他们想帮什么 我都尽力的他们不让帮我都要帮 因为我带着我媳妇回去了 不给我媳妇丢人也不给咱们中国人丢人 对不对 你像我做那些事情并不是说我真的我有多少 我只是一个心意表达一下 就是哎我能帮你我尽量帮 帮完之后最起码到时候人家就说哎这个中国古业 哎呀这个小燕子嫁到中国什么 别到时候让人家一说啊这个女孩嫁到中国去 怎么这么这么丢不丢人 燕的丢不起那人我也丢不起那人 真的也不像很多人说上了哇真的娶个外国媳妇 就是没有那么多事的大家真的 就是刚开始会难一点 但是时间越长了就是就就越好了 就是像现在我们都很好的 没有什么就是难的了 已经走过了那一步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天暖和了 然后我老公他就带我出来玩来了 然后我们就坐下这里 给大家分享这个话题来的 感谢大家 再见咯 再见